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本法所称票据 为汇票 本票及支票 第二条 称汇票者 未发票人签发一定支金额 委托付款人于指定支到其日 无条件支付与受款人或支票人支票据 第三条 称汇票者 未发票人签发一定支金额 于指定支到其日 由自己无条件支付与受款人或支票人支票据 第四条 称汇票者 未发票人签发一定支金额 委托金融业者于建票时 无条件支付与受款人或支票人支票据 前项所称金融业者 细致经财政部核准办理支票存款业务之银行 信用合作社 农会及余会 第五条 在票据上签名者 一票上所载文艺负责 二人以上共同签名时 应连贷责 第六条 票据上之签名 得以盖章代之 第七条 票据上记载金额之文字与号码不符时 以文字为准 第八条 票据上虽有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之签名 不影响其他签名之效力 第九条 代理人未载名为本人代理之旨而签名于票据者 应自付票据上之责任 第十条 无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签名于票据者 应自付票据上之责任 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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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于越权限时 就其权限外之部分 应自付票据上之责任 第十一条 欠缺本法所规定票据上应 记载是项之一者 其票据无效 但本法别有规定者 不在此限 执票人善意取得以据被本法规定应记载是项之票据者 得依票据文艺行使权利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原系欠缺应记载是项为理由 对于执票人 主张票据无效 票据上之记载 除金额外 得由原记载人于交付钱改写之 但应于改写处签名 第十二条 票据上记载本法所不规定之事项者 不生票据上之效力 第十三条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前手间所存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 但执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者 不在此限 第十四条 以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 不得享有票据上之权利 无对价或以不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 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 第十五条 票据之伪造或票上签名之伪造 不影响于真正签名之效力 第十六条 票据经变造时 签名在变造前者 一原有文艺负责 签名在变造后者 一变造文艺负责 不能辨别前后时 推定签名在变造前 第十七条 票据上之签名或记载被图销时 非由票据权利人故意为之者 不影响于票据上之效力 第十八条 票据丧失实 票据权利人得为指付之通知 但应于提出指付通知后五日内 向付款人提出以为申请公事催告之证明 为依前项但书规定办理者 指付通知施其效力 第十九条 票据丧失实 票据权利人得为公事催告之申请 公事催告程序开始后 其经到其之票据 申请人得提供担保 请求票据金额之支付 不能提供担保时 得请求将票据金额依法提存 其上位到其之票据 申请人得提供担保 请求给予新票据 第二十条 为行使或保全票据上权利 对于票据关系人应为之行为 应在票据上指定之处所为之 无指定之处所者 在其营业所为之 无营业所者 在其住所或居所为之 票据关系人之营业所 住所不明时 因作成拒绝证书 得请求法院公正处 商会或其他公共会所 调查其人之所在 若仍不明时 得在该法院公正处 商会或其他公共会所作成之 第21条,未行使或保全票据上权利,对于票据关系人应为之行为,应于其营业日之营业时间内为之,如其无特定营业日或未定有营业时间者,应于通常营业日之营业时间内为之 第22条,票据上知权利,对汇票成对人及本票发票人,自导其日起算,见票及付支本票,自发票日起算,三年兼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 对支票发票人自发票日起算,一年兼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 汇票,本票之执票人,对前手之追索权,自作成据绝证书日起算,一年兼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 支票之执票人,对前手之追索权,四个月兼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 其免除,其免除做成拒绝证书者,汇票,本票自到其日起算,支票自到其日起算,支票自提示日起算 汇票,本票之被输人,对于前手之追索权,自为清长之日或被诉之日起算,六个月兼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 票据上支票之债权,虽依本法因时效或手续之欠缺而消灭,执票人对于发票人或承队人,于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请求偿还 票据上支债权,虽依本法因时效或手续之欠缺而消灭,执票人对于发票人或承队人,于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请求偿还 第四条,票据于白不夫记载时,得年担言长之 年担后第一记载人,应于其逢上签名 第二章,汇票 第一节,发票几款式 第二十四条,汇票应记载左列事项,由发票人签名 一,表明其为汇票之文字 二一定之金额 三,付款人之姓名或商号 四,受款人之姓名或商号 五,无条件支付之委托 六,发票地 七,发票年,月,日 八,付款地 九,到齐日 未载到齐日者,视为鉴票及付 未载付款人者,以发票人为付款人 未载受款人者,以执票人为受款人 未载发票地者,以发票人之营业所 住所或居所所在地为发票地 未载付款地者,以付款人之营业所 住所或居所所在地为付款地 第二十五条,发票人得以自己或付款人为受款人 并得以自己为付款人 汇票未载受款人者,执票人得于无计名汇票之空白内 既载自己或他人为受款人,便更为计名汇票 第二十六条,发票人得于付款人外 既载一人为担当付款人 发票人亦得于付款地之移人为预备付款人 第二十七条,发票人得记载在付款地之付款处所 第二十八条,发票人得记载对于票据金额支付利息及其利率 利率未经载在明时,定为年利六厘 利息自发票日起算 但有特约者,不在此线 第二十九条,发票人应照汇票文艺担保成对即付款 但得一特约免除担保成对之责 前项特约,应载名于汇票 汇票尚有免除担保付款之记载者,其记载无效 第二节,背书 第三十条,汇票依被输及交付而转让 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 记名汇票发票人有禁止转让之记载者,不得转让 背书人于票上记载禁止转让者,仍得依被输而转让之 但禁止转让者,对于禁止后再由背书取得汇票之人,不负责任 第三十一条,背书由背书人在汇票之背面或其年单上为之 背书人记载被背书人,并签名于汇票者,为记名背书 背书人不记载被背书人,仅签名于汇票者,为空白背书 前两项之背书,背书人得记载背书之年,月、日 第三十二条,空白背书之汇票,得依汇票之交付转让之 前项汇票,亦得以空白背书或记名背书转让之 第三十三条,汇票之最后背书为空白背书者,值票人得于该空白内,既在自己或他人为背背书人,便更为记名背书,再为转让 第三十四条,汇票得让与发票人,成对人,付款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 前项受让人,于汇票到其日前,得再为转让 第三十五条,背书人得记载在付款地之一人为预备付款人 第三十六条,就汇票金额之一部分所为之背书,或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于数人之背书,不生效力,背书复记条件者,其条件事为无记载 第三十七条,值票人应以背书之连续,证明其权力,但背书中有空白背书时 其次之背书人,视为前空白背书之背背书人 涂销之背书,不影响背书之连续者,对于背书之连续,视为无记载 涂销之背书,影响背书之连续者,对于背书之连续,视为未涂销 第三十八条,值票人故意图销背书者,其被图销之背书人,及其被图销背书人名次之后而于未图销以前为背书者,均免其责任 第三十九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于背书人准用之 第四十九条,值票人以委任取款之目的而为背书时,应于汇票上记载之 前向背背书人,得行使汇票上以切权利,并得以同一目的更为背书 其次之背背书人所得行使之权利,与第一背背书人同 票据债务人对于受任人所得提出之抗辩,以得对抗委任人者违宪 第四十一条,到其日后之背书,仅有通偿债权转让之效力 背书为记明日骑者,推定骑作成于到其日前 第三节,成队 第四十二条,值票人于汇票到其日前,得向付款人为成队之提示 第四十三条,成队应在汇票正面记载成队字样,由付款人签名 付款人仅在票面签名者,视为成队 第四十四条,除鉴票及付之汇票外,发票人或背书人得在汇票上为应请求成队之记载,并得指定其期限 发票人得为于一定日期前,禁止请求成队之记载 被书人锁定因请求成队之期限,不得在发票人锁定禁止期限之内 第四十五条,鉴票后定其付款之汇票,应自发票日期六个月内为成队之提示 前项期限,发票人得以特约缩短或延长之 但延长之期限不得于六个月 第四十六条,鉴票后定其付款之汇票,或指定请求成队期限之汇票,应由付款人在成队时,记载其日期 成队日期未经记载时,成队仍属有效 但执票人得请求做成拒绝证书,证明成队日期,未做成拒绝证书者,以前条所许或发票人指定之成队期限之末日为成队日 第四十七条,付款人成队时,经执票人之同意,得救汇票金额之一部分为之 但执票人应将是由通知其前手 成队付条件者,是为成队之拒绝 但承队人仍依所负条件负其责任 第四十八条,付款人于执票人请求成队时,得请其延期为之,但以三日为限 第四十九条,付款人于成队时,得指定担当付款人 罚票人已指定担当付款人者,付款人于成队时,得突销或变根之 第五十条,付款人于成队时,得于汇票上记载付款地之付款处所 第五十一条,付款人虽在汇票上签名成队,未将汇票交还执票人以前,仍得撤销其成队 但已向执票人或汇票签名人以书面通知成队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二条,付款人于成队后,应付付款之责 成队人到其部付款者,执票人虽系原发票人,亦得就第九十七条及第九十八条锁定之金额,直接请求支付 第四节,参加成队 第五十三条,执票人于到其日前得行使追索权时,汇票上指定有预备付款人者,得请求其为参加成队 除预备付款人与票拒债务人外,不问何人,经执票人同意,得以票拒债务人中之一人为被参加人,而为参加成队 第五十四条,参加成队,应在汇票正面记载左列各款,由参加成队人签名 一,参加成队之一旨 二,被参加人姓名 三,年,月,日 未记载被参加人者,视为为发票人参加成队 预备付款人为参加成队时,以指定预备付款人之人为被参加人 第五十五条,参加人非受被参加人之委托而为参加者,应于参加后四日内,将参加事由通知被参加人 参加人待于为前向通知因而发生损害时,应付赔偿之责 第五十六条,执票人允许参加成队后,不得于到其日前行使追索权 被参加人及其前手,仍得于参加成队后,向执票人支付第九十七条锁定金额,请其交出汇票及拒绝证书 第五十七条,付款人或担当付款人,不于第六十九条及第七十条锁定其限内付款时,参加成队人应付支付第九十七条锁定金额之责 第五节,保证 第五十八条,汇票之债务,得由保证人保证之 前向保证人,除票据债务人外,不问何人,均得为之 第五十九条,保证应在汇票或其腾本上级载左列各款,由保证人签名 一,保证人之意旨 二,被保证人姓名 三,年,月,日 保证未载明年,月,日者,以发票年,月,日为年,月,日 第六十条,保证未载明被保证人者,视为为成队人保证,其未经成队者,视为为发票人保证 但得推之其为何人保证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一条,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负同意责任 被保证人之债务纵为无效,保证人仍负担其义务 但被保证人之债务,因方式之欠缺而为无效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二条,二人以上为保证时,均应连带负责 第六十三条,保证得就汇票金额之一部分为之 第六十四条,保证人倾偿债务后,得行使职票人对成对人,被保证人及其前手之追索权 第六十五条,汇票之到其日,应依左列各市之一定之 一,定日付款 二,发票日后定期付款 三,见票及付 四,见票后定期付款 分期付款之汇票,其中任何一期,到其不获付款时,为到其部分,视为全部到其 前项是为到其之汇票金额中所含为到其之利息,于清偿时,应扣减之 利息经约定于汇票到其日前分期付款者,任何一期利息到其不获付款时,全部汇票金额是为均以到其 第六十六条,见票及付之汇票,以提示日为到其日 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于前项提示准用之 第六十七条,见票后定期付款之汇票,依承对日或拒绝承对证书做成日,计算到其日 汇票经拒绝承对而未做成拒绝承对证书者,依第四十五条所规定承对提示期限之末日,计算到其日 第六十八条,发票日后或见票日后一个月或数个月付款之汇票,以再应付款之月与该日其相当之日为到其日,无相当日者,以该月末日为到其日 第六十八条,发票日后或见票日后一个月半或数个月半付款之汇票,应依前项规定,计算全月后加十五日,以其末日为到其日 票上仅在月初、月中、月底者、未月之一日、十五日、末日 第七节,付款 第六十九条,执票人应于到其日或其后二日内,为付款之提示 汇票上载有担当付款人者,其付款之提示,应向担当付款人为之 违交换票据向票据交换所提示者,与付款之提示,有同一效力 第七十条,付款经执票人之同意,得延期为之 但已提示后三日为限 第七十一条,付款人对于背书不连续之汇票而付款者,应自负其责 付款人对于背书签名之真伪,即执票人是否票据权利人,不负认定之责 但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不在此限 第七十二条,到其日前支付款,执票人得拒绝之 付款人于到其日前付款者,应自负其责 第七十三条,一部分支付款,执票人不得拒绝 第七十四条,付款人付款时,得要求执票人记载收契字样签名为证,并交出汇票 付款人为一部分支付款时,得要求执票人在票上记载所收金额,并令给收据 第七十五条,表示汇票金额之货币,如为付款地不通用者,得依付款日行事,以付款地通用之货币支付之 但有特线,表示汇票金额之货币,如在发票地与付款地名同价一者,推定其为付款地之货币 第七十六条,执票人在第六十九条锁定期限内部为付款之提示时,票据债务人得将汇票金额依法提存 其提存费用,由执票人负担之 第八节,参加付款 第七十七条,应于执票人得行使追索权时为之 但致迟不得于拒绝证明座乘其限之末日 第七十八条,参加付款,不问何人,均得为之 执票人拒绝参加付款者,对于被参加人及其后手丧失追索权 第七十九条,付款人或担当付款人 不于第六十九条及第七十条锁定期限内付款者 有参加陈队人时,执票人应向参加陈队人为付款之提示 无参加陈队人而有预备付款人时,应向预备付款人为付款之提示 参加陈队人或预备付款人 不于付款提示时为清偿者 执票人应请做成拒绝付款证书之机关 于拒绝证书上载明之 执票人违反前二项规定时 对于被参加人与指定预备付款人之人及其后手 丧失追索权 第八十条,请为参加付款者有数人时 其能免除最多数之债务者,有优先权 故意违反前项规定为参加付款者 对于因之未能免除债务之人,丧失追索权 能免除最多数之债务者有数人时 应由受被参加人之委托者或预备付款人参加之 第八十一条,参加付款,应就被参加人应支付金额之全部为之 第八十二条,参加付款,应于拒绝付款证书内记载之 参加成对人为被参加付款,以被参加成对人为被参加付款人 预备付款人付款,以指定预备付款人之人为被参加付款人 无参加加成对人或预备付款人 而汇票尚未记载被参加付款人者,以发票人为被参加付款人 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于参加付款准用之 第八十三条,参加付款后,执票人应将汇票及收款清单交付 参加付款人,有拒绝证书者,应一并交付之 违反前项之规定者,对于参加付款人,应付损害赔偿之责 第八十四条,参加付款人,对于成对人,被参加付款人及其前手,取得执票人之权利 但不得以背书更为转让 被参加付款人之后手,因参加付款而免除债务 第九节,追索权 第八十五条,汇票到其不获付款时,执票人于行使或保全汇票上权利之行为后 对于背书人,发票人及汇票上其他债务人得行使追索权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虽在到其日前,执票人亦得行使前向权利 一、汇票不获承对时 二、付款人或承对人死亡,逃避或其他原因无从为承对或付款提示时 三、付款人或承对人受破产宣告时 第八十六条,汇票全部或一部不获承对或付款或无从为承对或付款提示时 执票人应请求做成拒绝证书证明之 付款人或承对人在汇票上记载提示日期,即全部或一部承对或付款之拒绝 经其签名后,与做成拒绝证书有同一效力 付款人或承对人之破产,以宣告破产裁定之正本或结本证明之 第八十七条,拒绝承对证书,应于提示承对期限内做成之 拒绝付款证书,应已拒绝付款日或其后五日内做成之 但执票人允许延期付款时,应于延期之末日或其后五日内做成之 第八十八条,拒绝承对证书做成后,无需再为付款提示 亦无需再请求做成付款拒绝证书 第八十九条,执票人应于拒绝证书做成后四日内 对于背书人、发票人及其他汇票上债务人 将拒绝事由通知之 如有特约免除做成拒绝证书时 执票人应于拒绝承对或拒绝付款后四日内 为前项之通知 背书人应于收到前项通知后四日内 通知其前手 背书人位于票据上记载住所或记载不明时 其通知对背书人之前手为之 第九十条,发票人 背书人及汇票上其他债务人 得于第八十九条锁定通知其现前 免除执票人通知之义务 第九十一条 通知得用任何方法为之 但主张于第八十九条锁定其现内成为通知者 应付举证之则 付邮帝送之通知 如封面所记被通知人之住所无误 视为已经通知 第九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 不能于第八十九条锁定其现内将通知发出者 应于障碍中之后四日内行之 证明于第八十九条锁定其现内 已将通知发出者 认为遵守通知其现 第九十三条 不于第八十九条锁定其现内为通知者 仍得行使追索权 但因其待于通知发生损害时 应付赔偿之则 其赔偿金额 不得超过汇票金额 第九十四条 发票人或背书人 得为免除作成拒绝证书之记载 发票人为前项记载时 执票人得不请求作成拒绝证书 而行使追索权 但执票人仍请求作成拒绝证书时 应自负费用 被书人为第一项记载时 仅对于该被书人发生效力 执票人作成拒绝证书者 得向汇票上其他签名人要求偿还其费用 第九十五条 及其他票据债务人 对于执票人连费负责 执票人得不依负担债务之先后 对于前项债务人之一人或数人或全体 行使追索权 执票人对于债务人之一人或数人 以为追索者 对于其他票据债务人 仍得行使追索权 被追索者以为清偿时 与执票人有同意权利 第九十七条 执票人向汇票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时 得要求佐列金额 一 被拒绝成对或付款之汇票金额 如有约定利息者 其利息 二 自到其日 其如无约定利率者 一年利六厘计算之利息 三 做成拒绝证书与通知及其他必要费用 于到其日前付款者 自付款日至到其日前之利息 应由汇票金额内扣除 无约定利率者 一年利六厘计算 第九十八条 为第九十七条知青偿者 得向成对人或前手要求佐列金额 一 所支付之总金额 二 钱款金额之利息 三 所支出之必要费用 发票人为第九十七条知青偿者 向成对人要求知金额同 第九十九条 执票人为发票人时 对其前手无追索权 执票人为背书人时 对该背书之后手无追索权 第一百条 汇票债务人为清偿时 执票人应交出汇票 有拒绝证书时 应一并交出 汇票债务人为前项清偿 如有利息及费用者 执票人应出具收据及偿还计算书 背书人为清偿时 得图销自己及其后手之背书 第101条 汇票金额一部分或成对时 清偿未或成对部分之人 得要求执票人在汇票上记载其事由 另行出具收据 并交出汇票之腾本及拒绝成对证书 第102条 有追索权者 得以发票人或前背书人之一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为付款人 向其住所所在地发建票及付之汇票 但有相反约定时 不在此线 前项汇票之金额 于第97条及第98条所列者外 得加经济费及印花税 第103条 执票人依第102条之规定发汇票时 其金额依元汇票付款地汇往前 手所在地之建票及付汇票之事价定之 背书人依第102条之规定发汇票时 其金额依其所在地汇往前 手所在地之建票及付汇票之事价定之 前二项试价 以发票日之事价为准 第104条 执票人不与本法锁定其线内为行使 或保全汇票上权利之行为者 对于前手丧失追索权 执票人不与约定其线内为前项行为者 对于该约定之前手 丧失追索权 第105条 执票人应不可抗力之事便 不可抗力之事便终止后 执票人应及对付款人提示 如事便研制到期日后30日以外时 执票人得进行使追索权 无需提示或做成拒绝证书 汇票为鉴票及付或鉴票后定期付款者 前向30日之期限 自执票人通知其前手之日起算 第106条 拒绝证书 由执票人请求拒绝成对地 或拒绝付款地之法院公正处 商会或银行工会做成之 第107条 拒绝证书 应计载佐列各款 由作成人签名 并盖作成机关之印章 一 拒绝者即被拒绝者之姓名或商号 二 对于拒绝者 虽为请求未得允许之一旨 或不能会晤拒绝者之事 由或其营业所 住所或居所不明之情形 三 为钱款请求 或不能为钱款请求之地 即其年 月 日 四 于法定处所外作成拒绝证书时 当事人之何意 五 有参加成对时或参加付款时 参加之种类即参加人 并被参加人之姓名或商号 六 拒绝证书做成之处所即其年 月 日 第108条 付款拒绝证书 应在汇票或其年单上做成之 汇票 有付本或腾本者 于提示时 仅需在付本之一份或原本或其年单上做成之 但可能时 应在其他付本之各份或腾本上记载已做拒绝证书之事由 第109条 付款拒绝证书以外之拒绝证书 应照汇票或其腾本做成超本 在该超本或其年单上做成之 第110条 执票 执票人以汇票之原本请求成对或付款而被拒绝 并未经返还原本时 其拒绝证书 应在腾本或其年单上做成之 第111条 拒绝证书应接续汇票上 付本上或腾本上原有之最后记载做成之 在年单上做成者 并应与其逢处签名 第112条 对数人行使追索全时 只需做成拒绝证书一份 第113条 拒绝证书做成人 应将证书原本交付值票人 并就证书全文令作超本存于事务所 已被原本灭失时之用 超本与原本有同一效力 第111条 副本 第114条 汇票之受款人 得自付单期费用 请求发票人发行副本 但受款人以外支支票人 请求发行副本时 需依次经由其前手请求之 并由其前手在各副本上 为同样之背书 前项副本以三份为限 第115条 副本应记载同一文句 标明副本字样 并编列号数 未经标明副本字样 并编列号数者 视为独立之汇票 第116条 就副本之一付款时 其他副本师其效力 但成对人 对于经其成对而未取回之副本 应付其则 背书人将付本分别 转让于二人以上时 对于经其背书 而未收回之副本 应付其则 将副本各份背书 转让于同一人者 该背书人违偿还时 得请求执票人 交出副本之各份 但执票人 以利保证或提供担保者 不在此限 第117条 为提示成对 送出副本之一者 应于其他各份 上载名 接收人之姓名 或商号 及其住址 汇票尚有前项记载者 执票人 得请求接收人 交还其所接收之副本 接收人拒绝交还时 执票人 非以拒绝证书 证明所列各款事项 不得行使追索权 一 丞相接收人 请求交还此项副本 而未经其交还 二 以他付本为 成对或付款之提示 而不获成对或付款 第十二节 腾本 第118条 执票人有作成汇票 腾本之权利 腾本应标明腾本字样 腾血原本上之一切事项 并注明 其余何处为腾血部分 执票人 执票人 就汇票 做成腾本时 应将已做成腾本之旨 记载于原本 背书及保证 亦得在腾本上为之 与原本上所为之 背书及保证 有同一效力 第119条 为提示成队 送出原本者 应于腾本上载名 原本接收人之姓名 或商号及其住址 会票上有前项记载者 执票人得请求 接收人交还原本 接收人拒绝交还时 执票人非将成 向接收人 请求交还原本 而未经其交还之事由 以拒绝证书证明 不得行使追索权 第三章 本票 第120条 本票应记载佐列事项 由发票人签名 1.表明其为本票之文字 2.定之金额 3.受款人之姓名或商号 4.无条件担任之付 5.发票地 6.发票年 6.发票年 7.付款地 8.到期日 7.未载到期日者 7.市为建票即付 8.未载 7.受款人者 8.以执票人为受款人 8.未载发票地者 8.以发票人之营业所 8.住所或居所所在地 8.为发票地 8.未载付款地 8.以发票地为付款地 8.建票即付 8.并不记载受款人之本票 8.其金额需在500元以上 9.第121条 9.本票发票人所负责任 9.与汇票成对人同 9.第122条 9.建票后定期付款之本票 9.应由执票人向发票人 9.为建票之提示 9.请其签名 9.并记载建票字样 9.即日期 9.其提示期限 9.准用第45条 9.未载建票日期者 9.应以锁定提示 9.建票期限之末日 9.为建票日 9.发票人于提示建票时 9.拒绝签名者 9.执票人应于提示建票期限内 9.请求做成拒绝证书 9.执票人依前项规定 9.做成建票拒绝证书后 9.无需再为付款之提示 9.亦无需再请求做成付款拒绝证书 9.执票人不于第45条 9.锁定期限内为建票之提示 9.或做成拒绝证书者 9.对于发票人以外之前手 9.丧失追索权 第123条 9.执票人向本票发票人行使追索权时 9.得申请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 9.第124条 9.第2章第1节 9.第25条第2项 9.第26条第1项 9.第28条 9.关于发票人之规定 9.第2章第2节 9.关于背书之规定 除第35条外 9.第2章第5节 9.关于保证之规定 9.第2章第6节 9.关于到期日之规定 9.第2章第7节 9.关于付款之规定 9.第2章第8节 9.关于参加付款之规定 9.除第719条 9.及第82条第2项外 9.第2章第9节 9.关于追索权之规定 9.除第87条 9.第1项 9.第88条 9.第101条外 9.第2章第10节 9.关于拒绝证书之规定 9.第2章第12节 9.关于藤本之规定 9.除第119条外 9.均于本票准用之 9.第4章 9.支票 9.第125条 9.支票应记载 1.表明其为支票之文字 2.定之金额 3.付款人之商号 4.受款人之姓名或商号 5.无条件支付之委托 6.发票地 7.发票年 8.付款地 8.未宰 8.未宰受款人者 8.以执票人为受款人 8.未宰发票地者 8.以发票人之营业所 8.住所或居所为发票地 8.发票人得以自己或付款人为受款人 8.并得以自己为付款人 9.第126条 8.发票人应照支票文艺担保支票之支付 9.第127条 9.支票支付款人 9.以第4条 9.锁定之金融业者为限 9.第128条 9.支票限于建票及付 9.有相反之记载者 9.其记载无效 9.支票在票载发票日前 9.执票人不得为付款之提示 9.第129条 9.以支票转账或为抵消者 9.视为支票之支付 9.第130条 9.支票之支票人应于左列其限内为付款之提示 1.发票地与付款地在同一审 是区内者发票日后7日内 2.发票地与付款地不在同一审 是区内者发票日后15日内 3.发票地在国外 3.发票地在国内 3.发票日后2个月内 4.发票日后2个月内 4.发票日后2个月内 第131条 3.执票人于第130条 锁定提示期限内 为付款之提示 而被拒绝时 对于前手得行使追索权 4.但应于拒绝付款日 或其后5日内 请求做成拒绝证书 5.付款人于支票或年单上 记载拒绝文艺及其年 6.日并签名者 6.与做成拒绝证书 6.有同一效力 6.第132条 6.执票人不于第130条 锁定期限内 为付款之提示 或不于拒绝付款日 或其后5日内 请求做成拒绝证书者 对于发票人以外之前手 丧失追索权 第133条 执票人向支票债务人 行使追索权时 得请求自为付款提示 日起之利息 如无约定利率者 依年利六例计算 第134条 发票人虽于提示 其现金过后 对于执票人仍负责任 但执票人待于提示 致使发票人受损失时 应付赔偿之责 其赔偿金额 不得超过票面金额 第135条 发票人于第130条 锁定期限内 不得撤销付款之委托 第136条 付款人于提示 其现金过后 仍得付款 但有左列情势之一者 不在此限 1. 发票人撤销付款之委托时 2. 发行满一年时 第137条 付款人于发票人 支存款或信用契约 所约定支数 不付支付支票金额时 得就一部分支付支 前项情形 执票人应于支票 上计明时收支数目 第138条 付款人于支票上 记载赵付或保付 或其他同一字样 并签名后 其付款责任 与汇票成对人同 付款人于支票 上议为前项之记载时 发票人及背书人 免除其责任 付款人不得为 存款额外或信用 免除其约所约定 数目以外之保付 违反者应可以罚还 但罚还不得超过支票金额 依第一项规定 经付款人保付支支票 不是用第18条 第130条及第136条之规定 第139条 支票经在正面 简化平行线二道者 付款人仅得对金融业者 支付票据金额 支票上平行线内 记载特定金融业者 付款人仅得对特定金融业者 支付票据金额 但该特定金融业者 为支票人时 得以其他金融业者 违背书人 背书后委托其取款 划平行线支票 支支票人 如非金融业者 应将该项支票存入其在金融业者 支付账户 委托其贷为取款 支票上平行线内 记载特定金融业者 应存入其在该特定金融业者 支付账户 委托其贷为取款 划平行线支支票 得由发票人于平行线内 记载照付账款 或同意字样 由发票人签名 或盖章于其旁 支票上有此记载者 视为平行线支撤销 但支票经背书转让者 不在此线 第140条 违反第139条之规定 而付款者 应付赔偿损害之责 但赔偿金额 不得超过支票金额 第141条 删除 第142条 删除 第143条 付款人于发票人之存款 或信用契约所约定之数 足夫支付支票金额时 应付支付之责 但收到发票人受破产 宣告之通知者 不在此线 第144条 第2章第1节 第25条 第2章 关于发票人之规定 第2节 关于背书之规定 除第35条外 第2章 第7节 关于付款之规定 除第69条 第1项 第2项 第70条 第72条 第76条外 第2章 第9节 关于追索权之规定 除第85条 第2项 第1款 第2款 第87条 第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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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款 第2项 及第101条外 第2章 第10节 关于拒绝证书之规定 除第108条 第2项 第109条 及第110条外 均于支票准用之 第5章 第144条 第144之一条 删除 第145条 本法 本法施行细则 由行政院定之 第146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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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项